怎麼這麼多頭髮呢? 為什麼好像有聲高了一點呢? 志文啊,你顏頭鑽著了一個字 帥仔 M字 有啊 起床,起床 陳月先生,你好啊 我有很多男人之苦啊,你明白嗎? 我看到你啊 即是有脫頭髮,我發覺最近洗完頭之後,好像多了頭髮 其實應該正常脫多少頭髮呢? 其實你是正常的,因為你有脫頭髮 只要脫脫的頭髮,不多於八條就為之正常了 所以你真的擔心的時候,你真的要數一數它 嘩,很難數啊 是啊 但是你不用擔心的 一般來說,脫頭髮是正常的 因為你又會生,又會脫,才打成平手 我怕它脫得快,我會生 不用怕的,所以你數一數就知道了 好,好,不過到年紀的男人都是有少少的 你不用這麼安慰自己的 不如你洗少點頭髮就行了 現在天氣轉了涼了 我頭髮沒有那麼容易出油脂 那洗少點頭髮就脫少點頭髮 對嗎? 那又不對 很多人都以為洗少點就脫少點 其實是自己的醃硬髮 因為你洗的時候一定會脫一點 但是你和阿分開的時候 就好像脫少點,因為每天都洗 就好像脫少點 其實總和就是一樣的 其實每天脫的那個次數和小的次數是完全正正的 那視乎你自己幾好 還有那個負責呢,可以洗多少次頭 嗯,有些人就教我 早晚洗頭,就當要頭髮好一點的 那有些人就說洗一次就行了 有些人就說一個禮拜洗兩三次 那其實哪一樣才是正確呢? 那其實你問得很好 那很多人都想著 越洗得次數越少啦 或者呢,會脫少點 那但是呢,其實就是看看你不負責 如果你是偏右那些 或者你整個這裡做運動 做一些健身 那當然可能一日洗幾次都需要去出汗 那你骨頭很狠的,代表很骯髒 那有些女生可能是叫長頭髮來的 那你自己洗得很麻煩 那可能幾天洗一次都可以的 那真的看一看你自己本身 那看看還有那時候的天氣都會有影響的 嗯 那如果說陳醫生,我爸爸呢 就是比較多頭髮的 那是不是聽人說呢 就是多頭髮遺傳 那我就沒有太多頭髮 但是有些人就會有地中海 那兒子也會有地中海,是不是 是啊,那你爸爸會圍著一個好的優良傳 是啊,所以我都不是太大陣燈 是啊,因為如果你父母有地中海的問題 就代表他們可能有一個暗性脫髮 那所以你說呢,他們的下一代 一定比其他人容易一點 那所以他們更加要注意那個脫髮問題 那我減低它 或者太重要那個脫髮問題的出現 那但是有得意的,不用太擔心的 哦,但是除了是遺傳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是導致自己會有的頭髮問題 後天可能我自己用了很多東西在頭上 沒有影響它 哦,那這樣真的會 哦,後天你覺得很多東西都會令到脫髮問題 有添化太多 電化太多 有時壓力大得仔 或者有些人剛剛生完小朋友 或者是營養不夠 例如有些人經常減肥 什麼都不吃 那都會有這些脫髮問題的 嗯,可能是新陳代謝 影響了傷頭髮的作動 那我女士應該沒有那麼擔心這個男士的脫髮 就是地中海 那我長頭髮 那相對呢 會不會是我又會脫髮多些的呢 就是營養呢 去到沒有那麼盡 那就開始脫髮會不會呢 哦,那絕對不關事的 有些人想說長頭髮來說 一定容易脫髮過短頭髮的人 其實是不會的 那只不過呢 長頭髮的人 因為呢 就算脫髮差不多一百條的時候呢 它比較誇張 你會看過 出水口那裡 整處好像發菜一樣 對 好像很閒人 其實是同派一樣的 所以有些人說 對,我是長頭髮 我想給他們多一點剪短頭髮呢 其實就不對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就不用剪短頭髮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頭髮呢 減少頭髮呢 其實個人的頭髮是很重要的 用適當的洗頭髮 平時呢 如果真的要去 填髮研發次數目解物 還有呢 如果呢 你洗頭髮之後呢 我覺得呢 用溫和的風筒吹 它有沒有太容易的風筒吹呢 其實呢 沒有很多的了 陳醫生 我想問多一件事 就是 有些人呢 突然之間睡醒了 突然間沒有了大頭髮 難道是為了鬼提頭 很害怕 是 什麼來的都會形成的呢 那些呢 其實都幾嚇人的 那為什麼叫鬼提頭呢 就是有一天起床 突然間有一群頭髮不見了 是 那人家以為是晚上有什麼鬼 就是這樣 是的 突然間有一群頭髮 其實那些髮囊還在 不過突然間有一群髮了 哦 是的 有人自己脫掉了嗎 還是怎樣 不是的 是 有些是自己反應 有些呢 多數都是身邊的人反應 或者是那些理髮師 是的 那它暫時來說 完全不明的 但是估計是應該跟自己的免疫力實調有關 跟自己的免疫力打到自己的頭髮 做一些頭髮的 最主要來說 跟阿菲大有關的 OK 會生翻的嗎 會生翻的 一般來說 就算它不理它 也有機會自己生翻的 但是醫生來說 通常會處理一些藥物的 可能塗一些類固醇的藥水 或者打一些類固醇的針 會令它反應更好 但是也不用擔心 你見到這種情況 還可以看到的 一般來說 不可以太擔心 因為太擔心 會掉多一點 對 增加壓力 反而會掉頭髮 但是我又聽人說 食物都對頭髮好 很多食物 譬如黑豆 芝麻 山薑 等我去問一下眾議師 好 你們兩位繼續聊 好 謝謝 但我也想知道 平時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護理好一點的頭髮 讓它掉少一點 剛才Mandy說 吃東西 吃東西都重要的 不一定要摸 很多人 我們會看到 尤其是女生 因為減肥 她們的頭髮 就是缺乏了營養 不夠天質 另外一方面 就是原來 情況始終 跟身體內臟有關 譬如在甲狀線高 或者低 至於普通人來說 如何做互發工作 第一件事 照去驗頭髮 天頭髮 不過沒有太密 如果你去GEL頭 也沒有問題 尤其是奶 或者粉底Spray 一定要洗乾淨 因為有時候 如果有這些殘留的化學物品 阻塞了毛巫 有機會引致脫髮 是啊 如果無浪 就是 剛才你也說 如果還有無浪 你都會生分 但是無浪如果真的死了 是不是不再生分 是啊 無浪如果死了 就不再生分 所以你選一個對的洗頭髮 是最重要的 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些紅油的洗頭髮 但是到天的時候 可能是保濕好一點 滋潤它多一點 有些人發覺 用紅洗頭髮 或者是最好的 適當的護髮素 其實很多醫學研究 說用一些適當的護髮素 滋潤了一些頭髮 都可以令它 頭髮健康一點 頭髮健康一點 還有減低脫髮的機會 好 謝謝陳醫生 大家記住 過人的衛生力 都很重要的 好了 這個時間我們交給Mandy 看看那邊有什麼 楊醫師 我朋友最近都聽到 我有脫髮的問題 他就買了很多食物給我 他就說 黑豆、黑芝麻 這些黑色的食物 對頭髮很好 因為我們的頭髮都是黑色的 其實是否對的 其實我們有說五臟 有它對應的顏色 黑色其實是和神有關的 沒錯 所以一些黑豆、黑芝麻、烏雞 都有一定的保抑神臟的作用 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吃黑豆 那頭髮會不會真的有黑又美的呢 我們有說神奇華在法 全之餘為法 如果神氣足的人 相對來說 頭髮會濫鬱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有白頭髮 神氣不足的人 會容易有脫髮和白髮的情況出現 而黑豆它本身有保神的作用 同時可以養權、保平胃和虛心 它可以幫助脫髮的問題 噢 黑豆就可以顧身 那芝麻呢 其實芝麻也有相同類似的作用 芝麻本身是比較滋潤一些的 它可以潤腸、通便 盆子也可以潤狀、養頭髮 噢 那芝麻應該要怎樣吃呢 一般來說我們不可以一天暴雨 生日曬網 那平時如果真的要養神的話 最好選擇冬天的時間 冬天其實是神起冬令的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早上補粥 粥是羊皮位的 來補完粥 把粥撒少許芝麻在面上 都可以有幫助補燻 保育神作的作用 嗯 我知道芝麻有分生芝麻 和炒香的芝麻 其實兩樣 哪一樣吃了會好一點呢 那生的芝麻呢 生的黑芝麻呢 本身有長通便的作用 會比較強一點 那炒過的芝麻呢 其實可以羊皮位和偏溫一點 對於一個韓性的人來說 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嗯 那我要留意了 對呀 至於生薑呢 它不屬於黑色的食物 那為什麼又會對頭髮好呢 那生薑呢 它本身是偏溫性 它有驅風的作用 同時也可以驅汗的 那平時呢 我們冬天的時間 手腳冰冷呢 可以早上做 切幾片薑 加少許紅糖呢 有暖胃的作用 同時呢 亦都可以令到 我們手腳沒有那麼冰冷 我們有說過 氣血運行通暢呢 都可以令到 無浪健忘的 那所以呢 早上做 喝少許的沙薑水 都會有幫助的 那如果我直接用薑去磨頭皮 對呀 會不會有用呢 因為薑它本身 都是未經過消毒 那如果頭皮本身 有頭瘡、牙皮損的情況 直接用的話 就會有刺激的作用 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首先試一試自己耳後面的皮膚 看看有沒有敏感 那如果真的沒有敏感的話 可以炸一炸 按照按摩頭皮都可以 白蘭地呢 白蘭地有溫暖的作用 同時可以活血化雨 都可以刺激毛浪 但是呢 用的時候呢 都要詢問一下 出業人士的意見 好呀 醫師我還有很多頭髮的問題 想請教你 不如我們一會兒 一會兒回來 好呀 回到你都市行程的時間 繼續有 藥醫師在這裡 跟大家講一下 你的脫髮的問題 謝謝藥醫師 是否其實轉歸 現在你的時間 脫髮比較多些 都會的 其實天氣由熱到冷 或者是冷到熱 都會容易令到脫髮的情況加重 真的 如果天氣轉熱的時候 我們的皮脂腺分尾多 會堵塞毛浪 所以呢 都會容易脫髮 來到現在呢 天氣乾燥一些 還有涼一些 頭皮的月益循環會少了 同時頭皮又乾了 都會容易引起脫髮的情況出現 頭痕都多了 拗多兩下 拗多兩條 你頭痕都可以梳頭 對 對 很奇怪的 人們就說 膠梳越梳就會越脫 要用牛角梳 有分嗎 對呀 我也不明白了 為什麼呢 平時我們最好 就不選膠梳 因為膠梳 容易引起靜電 靜電會刺激毛浪 會導致脫髮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平時選一些水牛角梳 或者木梳等等 可能這些物料比較好一點的梳 都會對頭髮有幫助 你帶了幾把梳 剛才橙色的那把膠 對呀 橙色的那把膠 第二把呢 第二把是和牛角梳 好一點的 對呀 就會好一點的 然後呢 中間那把就是木梳 頭梳 然後就是有一些好像拆的梳 值得一提 如果長頭髮的人 最好先用面梳 梳順頭髮 才用拆梳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直接用拆梳的話 它拉斜的頭皮 都會容易導致脫髮的 哦 即是梳順了先 我們沒有了 你幫我問的 我長頭髮了 我等一下要試一下這個方法 我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我好想知道 你女士為何臨睡 還要梳頭 都睡了 你不明白了 差點未臨睡之前 都要擦唇膏 但是楊醫師 講回頭髮了 我是不是就這樣引梳就行了 但是越梳越軟 其實你臨睡前梳頭是好的 因為臨睡前 我們如果是梳頭皮的話 肌肉液晉環會好一點 因為11點至1點 鼻腹失策代謝 是最好的時間 所以它是做得對的 哦 原來這樣一口 對了 梳頭方法呢 另外一方面 就是梳頭的時候 盡量不要經常這樣梳 因為你經常這樣拉斜前面的頭髮 這面的頭髮呢 其實很多時候會見 容易起梳一點的 哦 你們最好呢 就是將那個頭 這樣到處沖 嗯 將頭髮這樣梳 哦 為什麼呢? 有什麼分別呢? 由下而上這樣梳的話呢 它可以導致 頭髮可以生長好一點 而且也可以避免 因為拉斜頭髮呢 要造成前面的頭髮呢 容易脫落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你這樣梳的時候 你中線梳梳梳 那接著 旁開寸半位梳梳梳 三寸位 跟著側面的頭髮梳梳 其實可以刺激我們分別的 督蜜啊 旁光經啊 胃經啊 三招經 以及膽經 那它都可以令到 我們在月運能通常呢 陪流呢 的供養量呢 都會更好一點的 嗯 那你記得啦 不要一直這樣扯頭髮 越扯越勉啊 你 我扯得不好說 好劇論啊 男女都可以的 男女都可以的 是不是都是用那種橙的 那種比較好一點 首先如果女生呢 先梳順了 短頭髮就不怕 對啦 如果短頭髮就不怕的 就這樣用橙呢 其實那個芒柱面會好一點的 OK 不是我找人幫我捏一下頭 會好一點的 哈哈 但我想問 例如食物 剛才你提過 有些食物多一點的 可能幫助到 有助脫髮的問題 還有什麼其他可以幫助到 除了剛才說的黑豆和黑絲拔之外 我們平時可以吃點 雞啊 核桃啊 濟手菇啊 紅棗啊 等等這些食材 都可以幫助到脫髮的問題 因為呢 核桃它本身呢 養肾的 那紅棗呢 它本身呢 也都可以補氣血 那另外護雞呢 有藥雞之稱中藥的藥 哦 就是它可以滋補乾腎 同時呢 也都可以滋補強身的 那對於脫髮的問題呢 都會有幫助的 那到回轉啦 有些什麼東西吃了呢 會容易一些脫髮呢 會的 加工食品啦 那還有生懶的食材 就是譬如呢 是雪櫃拿出來的東西 所有低過實溫的東西 都是叫生懶的東西 那所以呢 要注意回啦 那平時呢 涼產要注意回啦 不要 嗯 不要亂喝些什麼 下腐草啊 鏡骨草啊 或者是五花茶這些 如果你本身沒有熱氣 而令到自己更加寒的話呢 等於雪上加上 都會令到那些氧氣 沒辦法生發 正常的氧氣 會去不了那個無浪的話 都會導致脫髮 嗯 所以血氣不好呢 就特別容易脫髮了 好 志文啊你要留意啦 你可能血氣不好啊 此前都是我有問題 哈哈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 做一下運動就可以了 好 我去做準備先 好 有意思是我們繼續聊一會 除了以上的食物之外 我見到前面 你帶了一些食料的湯水在你 那你介紹一下 可以啊 首先桌面上面呢 就是肥比熱底的人質 有鋁精子可麵草 和索心子 對啦 鋁精子可麵草呢 它本身有脂肝腎之音的作用 那同時呢 它臉有點齊 和酸 它可以刺激的毛浪 令到毛浪神像呢 改善的 那桑心子呢 其實可以加強 對淨脂和抹乾燥的作用 嗯 那有哪些人是不適合喝這個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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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次到 那如果焗水的話 有一個整體三至四次到 那旁邊這個呢 有手污的 真的適合頭髮的 是啊 比寒底的人 它本身呢 有養肾的作用 同時有液症的作用 那對於頭髮呢 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 那另一方面呢 有當歸 當歸本身呢 有補血和滅血的作用 可以幫助頭皮的血液循環 狗幾指呢 可以癌肝 那這幾味的食材呢 都對脫髮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 嗯 這個湯水呢 可以焗茶點的 是啊 其實如果焗茶的時候呢 你先把這些藥材呢 剪碎了 放在一個茶包那裡 那因為它有些筋徑類的話呢 那你用暈水 焗大約三十分鐘 那就可以喝得了 如果我煲湯的話呢 就不止之前的 加點收肉下去 加一點蜜素下去 都可以幫助 那有什麼人是不適合喝這個湯水的 因為這個湯水呢 本身有無益的作用 那它如果是本身呢 有感冒的情況呢 盡量不可以喝肉 因為如果有感冒的時候呢 因為如果有感冒的時候呢 好啊 麻煩楊醫師啊 我們把時間給你 大家先做 argument 60-50 慢慢吃 我們蘇對